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二号到里根国防论坛上 看似卑微的要预算 他声称为了确保中国无法在尖端半导体领域赶上 美国商务部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资金 他只要两亿美元预算 这就是几家战斗机的价格 您如何观察雷蒙多的这番言论 雷蒙多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 拜登政府在对华的这种竞争态势方面并没有改变 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 为此他需要一方面进行这样一个国内的动员 包括国内的立法 包括对美国企业的补贴 那么在国际上是不断的拉拢自己的盟国和伙伴 从而编织更加严密的对华技术封锁网络 但是这一战略的可持续性却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美国国内 如何让美国的企业能够紧密的支持美国政府的 这种不符合市场做法的这样一个对华的一个技术封锁 确实需要美国政府不断的对美国的企业进行这样一个补贴 而这种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市场经济行为 所以从雷蒙多的这样一个言论来看 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这样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来干扰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做法 在美国国内也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争议和矛盾 也使得中美关系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短时间是难以缓解 那么拜登政府的这样一个对华的小院高强脱钩锻炼的政策 可能还会持续